和幸福结婚这天 几个猥琐男借着婚闹的名义 竟然耍起了流氓 带头的正是村长的儿子万传家 他们向来在村子里横行霸道 所以婆家人都比较忌惮 如果闹的是他的女儿 他绝对不会说得这么轻松 而幸运的惨叫声 立马就被姐姐听到了 于是他直接破门而入 别人都在看热闹 只有姐姐直接抄起板凳 就砸到了万传家的头上 和幸运的衣服都被扯烂了 结果他们却轻飘飘的说 随后窝囊新郎只知道坐在地上挠头 公共婆婆立马拽着村长陪不试 结果她却理直气壮的说 你们家不是希望全村都过来闹吗 我这县里开着会 着急忙慌的赶快跟你们操这个热闹 这回闹到头破泄流 你们家这个游戏要命 结果万书记一走全村的人都跟着走了 而刚才的一切都被幸运的男朋友给听到 所以她立马就提出了分手 和幸福看着妹妹如此难受 便打算去找万家讨一个说法 我跟你说我妹是学法律的 懂法可以告她 结果公共却说 你得别再跟我们生事了 你知道你刚才砸的是谁吗 传家那是万书记的儿子 你可给我们王家这几家大麻烦了你 书记的儿子咋了 书记的儿子就能不办人事了 施暴者得不到惩罚受害者 却还要被埋怨 这就是万家村的规矩 不过和幸福就是来打破这个规矩的 后来王家人担心传家的伤势过重 就派妹妹秀玉去卫生所打探一下消息 结果万传家的泼妇媳妇上来就是一巴掌 你们王家媳妇能了我告诉你 把我们传家往死里砸 传家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都不要 他们蛮横无理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不过很快和幸福就会教他们做人 和幸福正式向万家父子宣战 咱万家庄是不是没个说理的地方了 当初万传家借着昏闹的名义耍流氓 和幸福为了救妹妹当场就给了她一板的 结果事后所有人都在责怪幸福 因为万家父子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霸 王家根本得罪不起 所以事后老两口就拎着礼品来赔礼道歉 进了门他们就直接给万善堂跪了下来 他就像是一个土皇帝一样高高在上的 对王家两口子指指点点 随后又道貌岸然的说 你这回还好 这是我们家传家 这你把别的村民给打了 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你打人家什么样 人家给你打回来 这还怎么结合一些社会啊 他对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是完全不提 只揪住幸福打人的错不放 结果回去之后公共就说 你把人家孩子头上打的满脸都是血 那不怪就还是人嘛 明天带着幸福 到万书记家去 给传家赔个不是 这事就过去了 然而幸福虽然表面答应 但是内心却有别的想法 于是转天他们就登了万家的门 可以说幸福是能屈能伸 上来就为自己打人的行为向传家道了歉 随后万善堂就装起了大度 并代表传家原谅了他 但是幸福的话还没说完 于是万传家就开始狡辩 他对别人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 结果对他而言却只是一场玩笑 这时假人假意的村长就调坦的说 自到万传家当上书记 把上我这登门道谢的不吵 可这找上门来 让我低头认错的 你还真是头一个 我也没让您道歉 他欺负我妹子 他道歉就行了 随后万传家就直接下了逐客令 王庆来你还愣着干嘛呢 赶紧带你媳妇回去好好管我呀 凭什么呀 我道理还没讲完呢 你说凭什么呀 就凭这是我家 这不是你讲道理的地方 那这么说你们家就不讲道理了 带他滚 看到战争升级庆来 直接把幸福拽了出去 但是不甘心的幸福 直接杀了一个回马枪 我就问您一句 咱万家庄是不是没个说理的地方了 这可触碰到了万善堂的逆临 你是说万善堂一手遮天吗 怎么就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你去法院 去办所你去告我 有能的你把我这个书记给免了 不过很快他们就没了现在的嚣张气焰 不得不向幸福低头认错 这个老太婆压榨女儿贴博儿子 刚让女儿出了三万块钱 给大儿子办了婚礼 结果这又惦记上了二儿子 咱们攒的那些钱 你哥的婚事花了一些 你小妹拿出了三万多 将来你的事 大不了让他再出一些 这怎么能行的 没事 二儿子虽然嘴上说的好听 假人假意的说 不会花妹妹的钱 但是却心安理得的 接受着妈妈的偏心 于是妹妹的情绪彻底爆发了 这时妹妹把心里的委屈 都说了出来 随后他就提醒二哥 我的钱都给大哥办喜宴了 以后也没钱了 你别惦记我了 谁惦记你了 父母拦着女儿不让他走 因为他们知道 女儿一旦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就很难再从她的手里要钱 于是妈妈就开始道德绑架 大哥哥是你心胳膊 你出点钱你小心眼 摔脸子给谁看呢 赶紧回屋去 后来才知道 是因为幸福在婚礼当天 砸了万家集团总经理的头 秀玉遭到了打击报复 就直接被开除 所以他先是在公司 受了一肚子的气 回家又要面对偏心的父母 于是他就决定 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但是二哥还是拦住了他 说要替他去找万传家讨 一个说法 而另一边的幸福 带着庆来回门刚到娘家 就得知妹妹的状态 非常的不好 他一天洗好几次澡 总觉得自己身上不干净 这时妈妈也在女婿面前 抱怨了起来 要说你也是啊 你这当姐夫的 当时怎么就不拦着点 他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 因为他当时就 唯唯诺诺的站在门外 如果不是幸福 及时踹门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意外 随后二哥就把小妹 丢工作的事情 告诉了大哥 大哥得知后 就立马要带幸福回家 而幸运的男朋友 却一直在打电话逼问他 一会问他被摸了哪里 一会又问有没有被看光 幸运的情绪 也彻底崩溃了 所以幸福现在 根本走不开 我们现在就让我走不了 有什么话 等着再说吧 幸福 结果青莱却发了脾气 一声不知的走了 到了吃饭的时候 青莱是打电话 不接发信息不回 到了晚上 他更是有骨气的说 我不去 说不去就不去 他把为数不多的骨气 都用到了自己老婆身上 想让幸福服软自己回来 但是幸福的态度 却更加强硬 幸福说了 要想还要他这个媳妇啊 就让青莱 八抬大叫去抬去 要不得 就在娘家住去了 新婚的小夫妻 刚同完房 妻子就跑到了 娘家不肯回来 起因是在他们回门的这天 青莱突然接到电话 说妹妹丢了工作 还闹着要离家出走 于是他立马就喊出了 幸福打算回家劝劝妹妹 但是幸福的妹妹 在他们的婚礼当天被昏到 现在情绪非常低落 所以幸福也想在家陪陪妹妹 结果因为幸福没有答应跟他回家 他便一声不知独自走了 还赌气不接幸福的电话 丈母娘还以为是自己忙着做饭 没有照顾好女婿 这回自己家又不是回 回别人家 他真当自己是客呀 结果到了晚上 他说什么都不肯去接幸福 我不去 说不去就不去 可以说他把为数不多的骨气 都用到了妻子的身上 于是劳两口只能喊来 媒婆希望他能去把幸福给接回来 但是另一边的妈妈也叮嘱女儿 这是人家给你立威呢 你要是这次就这么上赶着回去了 你这辈子在他们家都抬不起头来 所以青莱如果不亲自来接 那么丈母娘是一定不会放女儿回去的 但是第二天 媒婆一来就拿离婚来威胁 妈妈当时就怂了 立马答应让女儿回去 但是幸福却硬气得很 我昨天是要回去的 这青莱招呼都没打一伤 他自己就先走了 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呀 他不接 随后幸福就提出两个条件 要不就让青莱亲自来接 要不就让他们叔父万传家 来跟幸运道歉 到时候不用他求 我自己回 随后媒婆就回去回话 他们本以为拿离婚威胁幸福 肯定就能乖乖回来 结果看到媒婆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青莱的内心十分的失落 而且幸福提出的两个条件 一个让他们没有面子 另一个是他们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一时间便又陷入了僵持 但是后来幸运因为昏闹的事情 被男朋友分手 他的情绪也一度崩溃 于是幸福便再次出发万家村 他把这件事对幸运产生的伤害 都告诉了万善堂 随后又将心比心的说 这要是换成年闺女 衣服都被人扒烂了 然后身上被摸个遍 您怎么想 最终万善堂被幸福说服 答应会给他们一个说法 而青莱得知幸福回了万家村 便骑着摩托打算去接 结果却失望而归 他说幸福去见那个万书记 说完话就走了 这时他们才知道幸福是认真的 但是青莱却慌了 我不想离婚 男人被一脚踢到了要害 瞬间就疼得满地打滚 送到医院后 妻子看到丈夫痛苦的表情 便打算去找书记讨一个说法 结果他却理直气壮 还拿长辈的身份施压 我万家庄就是这么教育人的 棍棒底下出孝子 孩子不听话就得打 他完全就是仗势 欺人还不知悔改 他的混蛋儿子不舍得打一下 别人的儿子就直接踢当 简直是白活这么大年纪了 于是憋了一肚子 气得幸福回到家 又看到了委屈的婆婆 听来打小就爱别的孩子的打 这都成了家的 快当爸的人了 咋还爱人家的打呢 所以幸福第二天 直接就去派出所报案 结果就连向来正直的李警官 也帮着万善堂说话 他不是个坏人 但是人一有了本事 平均就打 但是幸福想要的始终 只是一个公平而已 他有功劳咋了 一有功劳就能替人了 有功劳替人就合理了 所以幸福就算因此得罪了万善堂 让他今后在万家村混不下去 他也可以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于是李警官就跑到万善堂的家 说了这件事 结果他却依然理直气壮 我当老子的教育 叫孩子怎么了 怎么了 后来得知青兰商的不轻 如果幸福硬要报警 他很有可能会被拘留 所以他这才勉强接受了调解 结果他却高高在上的 甩给了幸福一千块钱 随后又理直气壮的说 这算是彻底激怒了幸福 原来是幸福家的大鹏 占了万家集团新厂房的用地 当初答应拆迁会赔偿 大鹏所有的费用 结果现在却差了六万块钱 青兰也是因为来要钱 才被万善堂踢了一脚 结果如今幸福又被他羞辱了一顿 于是幸福直接请了律师 就把万家集团告上了法庭 结果当万善堂收到了律师函 当场就差点被气晕 但是当万传家看到了律师函 就直接带着铲车打算 强拆幸福家的大鹏 于是正怀孕的幸福 就直接站在了铲车的面前 村爸带着铲车 要强拆村民的大鹏 于是怀着孕的和幸福 就直接正面和他硬钢 我看谁敢 当初因为拆迁款没谈吐 万善堂就直接把庆来踹进了医院 后来他还拒不道歉 于是幸福就把万家集团告上了法庭 万传家得知后 就带着铲车要强拆幸福家的大鹏 他们得知后就立马赶往了现场 庆来站在铲车的面前阻止 幸福也跟他们讲道理 黑墙的事还没谈好 你们要失踪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们医生 这大鹏和菜损坏了算谁的 但是万传家根本就不是一个讲理的人 完全不把小老百姓放在眼里 出来 船获推了 出来 即便庆来以命相搏 他们也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直接就把庆来推倒在地 幸福健壮直接冲了过去 我看谁敢 谁敢 这是庆来爸爸直接被他们气到吐血 后来因为影响恶劣万善堂 便开会批评了他 这是人家的私产 你事先通知人家了吗 你也不事先通知人家 说施工就进去施工了 再说了 按照这个工程的进度 我们是先建保际兵场 后建污水处理场 你招什么急呢 所以这完全就是他个人的打击报复 结果他还不服气的说 我赔个屁 我给他脸了 不听话就得认罚 谁要是不服气 让他找我来 后来幸福就打算去58同城找份工作 然后直接就把万家集团告上了法庭 结果就在双方你来我往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 亲来爸妈就闯了进来 原来是万传家趁虚而入称他们不在家 直接把剩下的大鹏一为了屏蔽 可以说农民就靠地吃饭 他的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 后来他们虽然赔了钱 但是态度依然嚣张得很 甚至还调戏起了幸运对他动手动脚 当初的昏闹风波给幸运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结果现在竟然还如此嚣张 不过很快幸福就找到了万传家的犯罪证据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和幸福是如何拿下关键证据 成功地将万世父子踩到了脚下 这一切都是因为万传家欺人太甚 当初在幸福的婚礼上借着昏闹的名义耍流氓 给幸运的心理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结果现在又在法院的门口当众调戏幸运 他的这一行为算是彻底激怒了幸运 于是在关律师的鼓励下 幸运就打算把万传家告上法庭 首先他们就去派出所报了警 万传家涉嫌强制猥胁妇女 但是如果想打赢官司 那就必须要有证据和证人 但是整个万家村的人都顾及万家父子的实力 所以愣是没有一个愿意出庭作证的 直到幸福看到了自己结婚时候的录像 就想到摄影师可能拍到了当时婚闹的画面 于是他们直接就找到了当时合作的那家婚庆公司 但是摄影师了解完情况就挽起了心眼 故意骗他们说视频已经被删除了 没有拿到视频的幸福就打算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但是摄影师却联系上了万传家 结果就在他要去给万传家送优盘的时候 就直接摔倒在地 原来是幸福早就料到了他会有这手 所以就提前做了准备 随后当万传家得知了这件事 直接就气急败坏 你真是个废物 你能干点什么 你把老子害了你知道吗 紧接着他就杀到了幸福的家 依旧嚣张地说 趁着我还能跟你好好说话呢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交给我 不过很快他就要嚣张不起来了 因为幸福已经出发 把证据交到了幸运的手里 有了这个视频就坐实了万传家的罪行 这些人的行为太恶劣了 这属于典型的居重强制威胁父母 他们必须要受到惩罚 结果万传家那个泼妇媳妇得知了这件事 就当众在幸福家闹了起来 要不是你妹妹那个狐狸 把我家传家告了 能有这些事吗 她耍流氓就该告 那也是你妹到处外走 关我家传家什么事啊 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你再敢胡说八道撕了你嘴 你来啊来啊 还要动手打人 行啊你们这一家子 传家找不着我也不活了 反正就是找到了 也会因为你妹被抓进去 这人都会不过 因为她的虎脚蛮缠就导致幸福半夜大出血 昔日受尽屈辱的实习声势如何逆转成了职场女王 这天幸福来城里看妹妹 顺便请她吃了一顿饭 妹妹虽然报喜不报忧 但是看她吃的狼吞虎咽姐姐还是察觉出了不对劲 吃完饭姐姐就提出要去妹妹住的地方看她 结果她却推三组四说什么都不肯 随后姐姐就一路跟着妹妹 才发现她竟然住在公司里 原来她虽然在一家知名律所工作 但是做的是助理连实习律师都算不上 而且还被房东给打了出来 所以无家可归的她就只能住在公司里 于是姐姐发现后就一路跟她进了公司 后来她也只能跟姐姐说了实情 我现在还不是律师 就是个助理 而且还没过试用期 一个月就给1500块钱 而她又不好意思拖累姐姐 所以就只能一个人咬牙在城里生活 于是姐姐就狠狠地埋怨了她一顿 随后就要带她走 这是妹妹一把抱住姐姐 所以有了家人的支持 才能让她面对工作时也更加有了底气 这天韩律师指明让幸运跟着她出差 应酬的时候就一个劲地灌她酒 随后还非要让幸运进她的房间 但是幸运自从被婚到后就学聪明了 她特地打开了手机录音 结果韩主任很快就暴露了真实面目 随后她说着说着就开始动手动静 吓得幸运起身就要走 结果韩主任却直接抱了上去 于是幸运一把将她推开就要逃出房间 结果韩主任却威胁了起来 出了这个门 你就别想再一道婚了 欲中事你也别想待下去了 但是幸运也不甘示弱 你别过来 过来我叫人了 我告你性骚扰 韩主任还不屑地说 结果当幸运拿出录音 她当场就傻眼了 第二天她就直接要求韩主任 给她转为正式的实习律师 韩主任本以为她会拿录音威胁自己 结果幸运却当着她的面衫了 她的这份魄力算是打动了韩主任 于是就给她转为了实习律师 但是很快律所就来了一个 被人看不起的老太太 韩主任不愿意接待就丢给了幸运 结果她却是一个大老板的妈妈 谁能想到被人看不起的老太太 竟然是大老板的妈妈 这天一个老太太预约了韩主任做咨询 结果韩主任看到她却是满脸的失望 因为她一直都是向前看 看着老太太穿着朴素 就判断她绝对不会有什么大案子 于是就想打发了她 随后还没等老太太说完 她就起身走了 她这完全就是狗眼看人逼 把老太太也气得够呛 半句话都没说完 她就走了 这是瞧不清人的 不是奶奶 你说还找是敢啥 后来实习律师和幸运好说胆说 才把她留了下来 随后老太太得知幸运也是律师 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出来 结果现在这个丁大华发达了 就想甩了自己的糟糠之妻 甚至还想让她净身出户 所以老太太就打算找律师 跟她打官司 于是幸运了解完情况 就访问老太太 您说的丁大华 是大华集团的董事长 不是她 还有谁 这是幸运的内心十分的兴奋 立马就承诺老太太 您放心 您闺女这件事 我们律所一定帮她讨回公道 我现在去帮您找一个 熟悉这类案件的律师 您看可以吗 老太太看她心肠好又有耐心 于是便满口答应了 随后幸运就找到了官律师 结果他们一查才发现 天哪 大华集团现在资产 已经过了二十亿了 这官司有得大 所以这天降的富贵 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韩主任 他说了他不做礼婚案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这个老太太 是丁大华的岳母 所以韩主任 如果得知老太太的身份 势必不会放过这块肥肉 结果当幸运 告诉韩律师的时候 今天来的那个老太太 他是大华集团董事长 丁大华的岳母 丁大华有了新欢 想把原配扫地出门 正在转移财产 大华集团现在公开的总资产 就有二十多个亿 所以韩主任的眼睛 瞬间就亮了 和幸福终于讨回了公道 把万家父子踩到了脚下 当初的万善堂 可谓是万家村的土皇帝 他先是纵容儿子低俗昏闹 后又把亲来踢进了医院 幸福多次找他 想要讨一个说法 但是他向来都是一副狂妄的样子 从不把平民百姓放在眼里 不过人狂必有天收 很快幸福就找到了 万传家侵犯妹妹的证据 如果幸运把他盗上法庭 那么他至少要蹲三到五年的监狱 于是万善堂得之后 就只能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 亲自去了幸福的家 跟他们低头认错 请来呀 别记个书 书给你道个歉 可以说从来都是别人求他 这还是第一次他跟别人低头道歉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你能不能劝劝你们 看他有什么想法 咱们都好商量 回头我让川家 心思找到你妹子 正式跟他道歉 当初幸福只想要一个道歉 他欺负我妹子 他道歉就行了 但是他们说什么都不肯 赶紧带你媳妇回去好好管我呀 凭什么呀 我道理还没讲完呢 你说凭什么呀 就凭这是我家 这不是你讲道理的地方 那这么说 你们家就不讲道理了 然而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那关律师说 以后大家要是有分歧 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 那既然幸运有幸运的道理 你也有您的道理 那不如就放在法庭上 摆在桌面上说 那法官会根据各自的情况 给大家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可以说幸福从始至终想要的 就只有一个公道而已 而且他从来就不怕得罪万善堂 因为就算他在万家村混不下去 他也可以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万善堂即便可以在村子里支手遮天 但是离开了村子他什么都不是 后来被拒绝的万善堂 也只能灰溜溜的回了家 结果当他那个被宠坏的逆子回家后 他先是一顿暴打 随后就愤怒的说 人家告你 猥胁妇女 猥胁妇女 你听明白了吗 李公安说了 照你这样 真判了 三年五年 那都不是问题 这时逆子还满脸的不服气 于是万善堂再次愤怒的说 本来这事都过去了 人家就忍了 你偏去招呼人家 你有病呢 人有脸术有皮 从此起来还要人呢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 现在才想起来教育儿子已经晚了 可以说万传家走到今天这步 全是他这个爹一手纵容出来的 结果当万传家的泼妇媳妇知道了后 就直接去幸福的家撒起了泼 导致幸福半夜难产大出血 嘴巴放干净点啊 你再敢胡说八道 撕烂你嘴 村长家的儿媳妇来找幸福撒泼 导致他冻了胎气 半夜突然大出血 于是全家立即出动 把幸福送进了村卫生所 由于冻了胎气 导致生产过程异常的痛苦 最终虽然产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 但是幸福却因为大出血 而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所以青睐只能去求万善堂想办法 于是他们直接去了村广播站 全村 20岁以上 40岁以下的年轻人 马上到村卫生院集合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 才救了幸福一条命 这时他们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 而另一边的韩主任 知道了幸运要告万传家的事情 就威胁地说 幸运 如果坚持要打这个案子 那他在咱们这行业 可就是出了大名了 他为了从中分一杯羹 竟然建议幸运 去和万传家达成和解 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出一些要求 起初的幸运也比较纠结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结果当他想去医院看看姐姐时 却发现自己连一个果栏都买不起 这时他才意识到钱财是最重要的 随后韩主任就亲自找到了万传家 于是他先是恐吓 公共场所聚众猥亵 判上五年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时万传家瞬间就慌了 随后韩主任就提出了条件 这是我们律所的宣传材料 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信得过我们 我希望万传家集团将来 所有的法律事务都由一道来带领 万传家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自然是一口答应 紧接着韩主任就跟幸运谈了起来 拿着证据跟对方谈判 依法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同时给予对方一定的惩罚 那你的意思不就是拿我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来做交易吗 但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最终幸运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于是他点了一份自己以前从来不舍得买的冰淇淋 边吃边哭的稀里哗啦 这一刻的他已经成长了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了 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关律师 十万现金一次性赔偿 一道拿下万家集团的法律事务 我他带领关家集团法务的百分之二十 关律师虽然不支持但是理解 紧接着他又告诉了姐姐 我跟乱传家签的和解协议 如果是我的话 这样的决定我不会做 姐姐虽然不理解但是支持妹妹的选择 你们对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商场保洁员看到婴儿车里的孩子在不停地哭 父母也不在他的身边 于是出于好心便抱起孩子哄了哄 结果孩子妈妈看到后部分青红皂白 就指责了一顿 幸福被当成人贩子 他自然是不开心 于是便解释说自己也有孩子 为什么还要偷你的孩子 你们家孩子能跟我们家孩子比吗 你一个当保洁员的 满身都是细菌 他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社会底层的人 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于是幸福当场就怼了回去 就孩子还要分三六九等啊 你这意思是 穿得再好有什么用 心脏 看什么也都是脏的 因为幸福刚从农村出来 还不懂城市里的一些规则 他虽然过了嘴银怼了回去 但是却被经理给开除了 你被解雇了 你走吧 这时幸福就打算去五八同城再找份工作 结果却遇到了关律师 你躲在这儿呢 于是关律师就把幸福带去了自己新开的律师事务所 然后幸福就跟他讲了自己最近的遭遇 原来是因为万善堂被抓了进去 所以万传家便对他打击报复 最终在无可奈何下他们只能逃难逃到了市里 但是幸福也绝对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于是他便提出 我看你们门口贴的那个招聘广告 要招人 你们缺人 我缺活 咱也互相帮助一下 但是律所的前台需要有一定的学历 而且迎来送王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 于是关律师就婉拒了他 但是关律师还是打算帮他一把 我们所里好像缺一个行杂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试试 得知可以留在律所幸福便立马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他就要开弹 那顿布还有抹布什么的在哪啊 可以说幸福虽然没有学历 但是他勤劳能耐而且还愿意学习 随后关律师他们有事要出门 便把家就交给了幸福 于是幸福就发挥出了勤劳的本性 把律所的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还做了合理的布局 把没用的东西都收了起来 结果当三位律师因为没有谈成生意 而垂头丧气的时候 就发现律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逃到宝了 但是谁又能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宝结 最终竟然带飞了整个律所 可幸福进城之后 是如何开启了自己的逆袭人生 起初他只是一家律所的宝结员 直到他无意中遇到了一场肇事逃逸案 而受伤的车主竟然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幸福一心想着救人并没有想得太多 先生你怎么样 在幸福的呼唤下董事长才恢复了意识 但是他的腿被卡在了车里拔不出来 于是幸福便帮他叫了救护车 也帮他报了警 随后董事长就让幸福帮他给助理 也打一个电话 告诉他 他们老板出车祸了 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却都联系不上 所以现在他的身边就只有幸福可以帮他 紧接着董事长就对幸福说 他的意思是希望幸福在打官司的时候可以出庭作证 而幸福听到官司立马眼睛就亮了 因为刚进城的幸福只想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但是后来就遇到了刚刚开始创业的官律师 由于他们的律所还没有打出知名度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案子会找上他们 于是当幸福得知他要打官司就立马来了精神 我就在律所上班 你要是打官司能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帮您打吗 其实董事长有自己的律师团队 但是看在幸福这么热心又帮了自己的份上 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随后幸福就喊来了一些路人 在大家的帮助下撬开了车门 才及时的把董事长送进了医院 紧接着幸福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官律师 于是官律师就说 那这要看当事人伤的情况怎么样 随后幸福就想把董事长的伤情拍给官律师看看 但就在这事董事长的律师竟然赶了过来 你是谁啊 我是证人 我路过了 那你拍什么照啊 谁拍你来的 他还以为幸福是肇事者派来打探消息的 结果董事长醒了之后便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咱们宿美平生 老汉 就是这个小姑娘帮了我 这是韩律师就说了刚才幸福拍照的事 并强调的说 你知不知道张总是上市集团公司的老总 形象很重要 这种时候你那拍拍拍拍 你要干什么呀 因为幸福不懂这些 所以也是好心办了坏事 最后董事长就要求幸福把照片删除 但是随后的一番话算是伤透了幸福的心 你需要多少钱 你说个数 幸福帮他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于是幸福二话没说就直接转身走人 但是谁又能想到很快幸福就会成了律所最大的功臣 这个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是如何从一个保洁员 逆袭成了律所的金牌前台 当初幸福的理想就是做前台 但是却被告知律所的前台不仅有学历的要求 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 所以幸福只能从保洁员干起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 做完本职工作的他会利用一切时间学习 就连下班回家都在学习法律知识 所以慢慢的他就主动做起了一些前台的工作 甚至偷偷撕掉了门口前台的招聘广告 但是这却引起了其他律师的不满 这可不行啊 幸福自己坐上前台了 着装随意 抹布花洒就在桌子上放着 这太有损咱们律所形象了 即便他们律所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草台班子 但是也想找一个能撑起台面的专业前台 而幸福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于是关律师就完整的对他说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和你学习勤奋的劲 在不久的将来肯定可以当上前台 但是现在我能不能拜托你啊 先把你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好呢 但是幸福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耽误本质工作 就明明这前台的活我一个人就能干 你们非得雇俩人 于是关律师就对他坦言相告 就各种企业 找前台呢除了要长得好看 气质好 更重要的是 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因为前台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形象 这时幸福就认为是自己的形象有问题 所以他就直接找到了庆祝的女朋友 咋样才能变得更漂亮 更有气质呢 于是亚妮就打算给幸福来一个形象大改造 而另一边的庆来也在58同城找到了工作 结果当亚妮给幸福化完妆之后 他自己就觉得特别不自然 于是亚妮就告诉他化妆是职业女性对自己 以及对别人最大的尊重 所以幸福就决定 那我就按照职业女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于是转天他就化身成了职业女性来到了律所 这瞬间就惊呆了所有的人 慢慢的他就对前台的工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甚至在别人做咨询的时候他也会旁听学习 而且幸福也有他专属的特长 不过也别说啊 当事人来的时候啊 学子迷活的 他进去聊了半个小时 临走的时候俩人跟亲姐妹似的 幸福有亲和力还会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着想 所以很快幸福就发挥出了自己的特长 甚至帮兵临倒闭的律所拿下了得以续命的大单 偏心的父母为了讨好小儿媳 拿出了家里全部的积蓄给他们在城里买了套房子 一分钱都没给即将生产的大儿媳留 结果当他想去城里享福的时候 却遭到了小儿媳的嫌弃 最终能靠得住的还得是他的大儿媳 当初只因为小儿媳的爸爸在城里做官 他们就认为只要攀上了这门亲事 以后就可以跟着小儿子享福 便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小儿子买房 咱们还是指望你弟弟在城里比较好发展 咱全家一定要帮他一把 等他往后成了亲 生了孩子那他家的不就咱家了呢吗 那再往后咱们家不就有了个大靠山了 他们把赌注都压到了小儿子的婚事上 而他收钱收的也是心安理得 导致大儿媳生孩子花的都是自己的家长 结果当幸福得罪了村霸 想要去投奔城里的弟弟避避风头时 弟弟却把他们带到了宾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不是买了那个房子了吗 他宁可让房子空着都不愿意 让逃难的哥嫂赞助一下 找了一大堆理由 最终把他们带进了宾馆 但是亲来节省了一辈子 这么贵的宾馆让他坐立不安 于是他们直接退了宾馆 然后就找了一个便宜的日租房住下了 紧接着他们两口子就打算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但是高攀的庆植日子也不好过 拿着烤鸭去看丈母娘还被嫌弃了一顿 你叔叔他不吃烤鸭 带腿的他都不爱吃 再说了 这鸭子皮底下全是脂肪 你爸爸他三高 根本就不可能吃的 随后又提出要在房本上加上女儿的名字 但是恋爱脑的亚妮却一心向着庆植 这庆植家买的房当然得写庆植的名 于是妈妈就直接怼了回去 那以后你俩结婚 不是要一起还贷吗 再说了 装修是咱家出的钱呀 妈 您都说了结婚就是一家人啊 一家人算那么轻啊 这时的亚妮还没有意识到门当户队的重要性 把妈妈的话都当成了耳旁风 直到乡下的宫活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城里 他们本以为可以跟着小儿子在城里想几天福 结果当亚妮回到家就发现老母鸡在满天飞 甚至拿着擦马桶的毛巾来擦手 这毛巾你从厕所拿的 对对是 这擦马桶的你赶紧给它放回去 马桶还得擦 这不挺干净 所以因为观念的不同婆媳大战即将开始 视力眼的小宝安仗着有点权力就目中无人 别看他现在这么嚣张 很快他就要大获零头 当初弟弟的老丈人许处长好心帮他找了这份工作 结果他却四处宣扬他和许处长的关系 于是同事们就开始巴结他 慢慢的他就在同事的巴结声中迷失了自己 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被恭维的感觉 所以他就开始目中无人工作态度也不认真 于是就被领导给批评了 我可告诉你啊 结果他却不服气的说 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狗障人士 所以同事就开始质疑他 于是他为了证明自己就跟许处长套起了近乎 结果许处长为了避嫌根本就没搭理他 于是同事就再次质疑他 结果他却说 别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亲戚 即便是亲戚也要学会避嫌 可以说他这一生输给许处长惹了不小的麻烦 而近来因为这次丢了面子 以前巴结他的同事也不搭理他了 他的地位在保安厅也是一落千丈 于是他就记恨起了许处长 但凡遇到找他的车就一味的拦截 许处长多了 你隔着墙头扔过石头能砸死俩 结果他却说什么都不让进 最终逼着许处长亲自下来接 他还露出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随后许处长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庆志 结果庆志说了他几句他还来了脾气 我还真不尿他 混了一辈子不就混了一个处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于是幸福直接怒骂了他一顿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人家帮你找工作 你不说感激人家 你还跑到压力把面前提人家面子 你要脸吗 你放心我们这水都是从山上引下来的 很安全 山上引下来的 那就更不安全了 幸福客栈来了个奇葩客人 非说这的山泉水喝了会拉肚子 于是两个人便立下赌约 结果检测报告出来之后 竟然惊呆了所有的人 当初这名客人得知要喝山泉水就大吃一惊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直接喝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 就是我平常刷牙洗脸冲马桶的水喝到我肚子里去 幸福解释说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喝起来很安全 山上引下来的 那就更不安全了 我不能喝来历不明的水 我只喝瓶装水 于是幸福便立马去给他买了瓶装水 其实其大姐也并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只是因为他的体质比较特殊 就不能喝一点点不干净的水 我理解 不过我们这儿的水也不是来历不明的水 但是其大姐却非常的不屑 愿为山上的水里肯定有很多细菌 你是没有碰到过体质敏感的人 你们这儿又离城里的大医院那么老远 出了状况 上吐下泻 脱了水 要了命 你说你能负得起这责任吗 这是客栈的常客吴老师便出来跟他争辩 他这儿的水那是纯自然的山泉水 里面的矿物质对人体非常有好处 但是其大姐却认为他们是口说无凭 必须得有检测报告他才能心服口服 于是幸福就说 我们开店之前是必须要做水质检测出报告的 但是幸福说的报告是基础的检测 只能证明这个水符和饮用水的标准 并不是天然矿泉水的标准 于是吴老师就说 我得劝劝你 不要难免这个姑娘 吴老师说他走南闯北喝过那么多水 这的水是最好喝的 这么说吧 我到这来啊 就是冲着这的水 泡的茶 那才有味道 但是他说什么其大姐都不会相信 因为其大姐的身份是 我呢 是环保局水质监测站的化验员 所以他只相信检测报告 随后幸福就觉得有必要给这的水做一个检测 但是当他得知检测的费用 七千多 于是幸福便认为再贵也要做这个检测 因为如果证明了这的水是天然矿泉水的标准 那么就会成为客栈的一个金字招牌 于是其大姐也承诺 如果水质检查 能够检测出你们这样的水 真是好水 我告诉你啊 我可以让你这七千块钱不白花 我给你介绍好朋友 介绍客户了 让你啊 很快就能把这七千块钱挣回来 还能挣得更多 很快检测员就来客栈取好了水啊 没过多久 其大姐就亲自送来了检测报告 不只是合格 远远高于标准 所以这的山泉水就成了幸福客栈的金字招牌 后来因为吴老师的一篇文章 幸福客栈就彻底爆火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让你高兴一下 咱们客栈这个周末都客满了 昔日被人看不起的小前台 是如何带飞了整个律所 当初他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保洁员 后来通过努力学习和改变形象 一路干到了律所的前台 但是由于他们是一个新律所 根本接不到什么大案子 所以过得一直都是入不敷出的日子 马上就要面临倒闭 结果就在大家焦虑不安的时候 幸福就带来了一个自己的老乡 他是一个种苹果的果农 由于和他们签署包销合同的公司跑路了 导致他们的苹果都烂在了地里 所以他便来城里想要寻求律师的帮助 而幸福是既陪哭又陪笑 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在着想 但是在其他律师眼里却是 幸福这叫战术 拉近和委托人之间的距离 所以幸福凭借着接地气的性格 和自身的亲和力就赢得了果农大姐的信任 最终大姐便把案子交给了他们律所 因为这单生意并不是什么大案子 于是幸福就安慰他们 虽然案值少 但是也算是给咱们自己记得了 但是关律师接下来的话却震惊了幸福 这一次呢你给我们所里带了一个大案子 随后关律师就解释 他一个人的案子呢看起来是小 但是他背后啊还跟着一大串呢 只要这个案子我们赢了 我们就不愁有更多的农户来委托咱们 所以转天他们就直接去了村子 并一举拿下了整个村子的代理 这也算是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给了他们得以继续奋斗的资本 后来他们便有了更大的野心 打算拿下一家大型公司的法律代理 他们准备招聘一个本地的第三方的法律顾问 据听说这笔费用的支出是一年三百万左右 所以如果能拿下这单生意 他们的律所将直接飞升 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个新人律所 即便他们有能力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结果还没等发言就被人拉踩了一顿 所以被他这么一铺垫 还没等官律师说出方案 就被甲方给打断了 但是官律师临走前 留下了他们做的所有方案 这也算是给甲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美梦破灭他们就更加的感激幸福了 我跟你说 幸亏幸福帮咱们找的这些小案子 不然就真黄了 但是谁又能想到很快就天降富贵 因为大律所居高自傲和甲方的合作谈崩了 所以他们就打算去其他律所考察一番 但是来方圆的时候 碰巧赶上官律师 他们在乡下打官司 结果幸福凭借着真诚的必杀技和三寸不烂之蛇 更是说服了甲方最终达成了双方的合作 幸福也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按照常规的分成比例 我们应该给他2%到3% 也就是6到9万块钱 以幸福的贡献 他值9万 于是这家由四人组成的草台班子 愣是搬进了写字楼 又聘用了很多年轻的律师 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元老级的金牌前台和幸福 可幸福终于暴打了软饭硬吃的丈夫 当初他们一起逃难来到了城里 幸福跟着他住最差的宾馆 吃着最便宜的路边摊 不过即便如此幸福 也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笨头 但是亲来却眼高手低干什么什么不行 还嫌弃做宝洁的幸福工资低 才1500啊 而且他但凡遇到点困难 就只知道埋怨老婆 本来一家人好好的 要不因为你 我们用得着抛架舍业 跑这来看别人的脸子 所以一直原地踏步的 他很快就被勤奋好学的幸福给超越了 结果看到幸福越来越好 他不但不高兴 还一直给幸福泼冷水 震惊女人哪有成天涂脂抹粉的呀 他这是有了危机感 但是他却不从自身找联姻 只想一味地打压幸福来抚慰内心的自卑 于是亚妮就对嫂子说 这大部分男人啊 都怕你的比他强 而幸福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 那以前在村里边 就觉得能嫁给你大哥这样的男人 就算不错了 现在吧 就觉得看他身上有不少毛病 于是亚妮就一语中递 那是因为 嫂子进步了 大哥没进步呗 说完亚妮就去五八同城找了份工作 而幸福和亲来的矛盾也即将升级 因为幸福帮助律所拿下了一个大单 汪提成就给了幸福九万 结果亲来就更加有了危机感 他一个劲地想说服幸福回农村 就是想把幸福一辈子困在村里 生怕幸福有了本事就踹了他 于是幸福为了让亲来放心 便把他介绍到了自己的单位上班 甚至还贴心地向官律师提出 你看能不能给亲来钱来的工资 我拿亲来的工资 可以说他是小心翼翼呵护着亲来的自尊 后来亲来便做起了情杂 但是每天幸福都会帮他做一大半的工作 但是即便如此亲来还总是犯错 红师们委婉地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 上次待客的那些水杯 您都没洗干净 下回注意点哈 结果又伤害到了他敏感的心灵 但是就在他憋了一肚子气的时候 就看到了官律师给幸福贴窗壳的画面 于是回到家亲来 就把所有的委屈都释放到了幸福的身上 我知道你现在是前台 是功臣 看不上我这个打杂子了 那你看上谁了 看上冠涛了是不是 你俩成天在我眼皮子底下 清清热热的 你真的当我是瞎子吗 再说了 你真的以为穿一身这个城里人的制服 你就真的是城里人了吗 你在人家年龄指不定是什么 闭嘴 我只想说打得好再多打几下 女孩的大学名额被村霸的女儿冒名顶替 结果懦弱的父亲却说 那么多大学生都考上了 为什么不顶别人偏顶你呢 我哪知道呀 还不是因为父母懦弱 连带着孩子都要受欺负 当初秀玉为了考会计师 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 但是到了报名这天 却发现自己怎么都报不上 我去现场拿身份证号查了 说是什么重复报名 结果重男轻女的妈妈又开始打压女儿 你就是心比能耐大 没报上就是命 你就认了吧 省得你个闺女家的 一天到晚 这山望的那山高怪累 但是秀玉为了这次考试准备了很久 原本是十拿九稳的 结果现在竟然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这让他十分苦恼也十分不紧 但是父母却只知道埋怨 就你这马虎劲啊 肯定是哪出错了 就跟你上次高考一样 自己为自己考得不错 结果 这是秀玉只想去58同城找份工作 而在政府工作的二哥得知这件事后 就托人在系统里查了一下 系统里显示他早就拿过会计资格证了 不能重复发 结果当二哥看到了证件信息后就大为震惊 于是二哥又回想起了秀玉高考后的场景 这时二哥便确定是万传媒顶替了妹妹的大学名额 紧接着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妹妹 于是秀玉就想打电话跟万传家对峙一下 而另一边幸福跟万传家争得面红耳赤 因为万传家早就答应了要给幸福的客栈修路 结果现在却故意刁难总是往后推脱 结果当接到了秀玉的对峙电话 他就知道事情要败露了 于是挂了电话他二话没说就给幸福签了字 因为他知道幸福脾气大不好惹 如果幸福知道这件事他肯定会给秀玉讨公道 所以就故意跟幸福是好 紧接着万传家就去市里把妹妹接了回来 因为这件事万善堂还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打算跟爸爸坦白 然后让他去解决 而秀玉得知了确切消息后 拿着菜刀就打算去和万家拼命 而懦弱的父母得知后 虽然也十分的气愤 但也只是窝里横根本不敢去找万家讨公道 不过还好秀玉有一个好嫂子 很快昔日霸道的万家父子就会向王家磕头认错 别以为秀玉好骗 王家人好欺负 我和幸福不好惹 和幸福终于给小姑子出了一口恶气 把昔日为非作歹的万世父子踩在了脚下 只因为秀玉发现十年前自己明明考上了大学 却被村霸的女儿冒名顶替 而懦弱的父母却害怕得罪万善堂 根本不敢替女儿出头 而另一边得知事情暴露的兄妹俩 就跟父亲坦白了这件事 传媒的大学是顶着秀玉的名字上的 只因为当初重男轻女的王家父母对外说 他们王家一直在外面说 最好别考上 就算考上来也没钱交学费 所以万传家就想方设法让传媒顶替了秀玉的名额 万善堂得知后当场就加法伺候 随后就打算带着传媒去跟秀玉赔礼道歉 结果是到如今传媒依然死要面 不行 这就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别人知道我怎么活人呢 他把秀玉的一辈子都给毁了 结果到了现在仍然死不悔改 而另一边秀玉妈就叮嘱大家 一定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幸福 因为幸福如果知道了 肯定会去万家大闹一场 这样就很有可能得罪了万家 可以说父母窝囊孩子也跟着受欺负 秀玉现在只想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而传媒为了逼老父亲帮自己解决这件事 竟然以死来威胁 传家也跪倒在地对父亲苦苦恳求 可以说万善堂霸道了一辈子 从来都是别人来求他 而这次他为了孩子也只能卑躬屈膝地去了王家 他诚恳地向王家父母道歉 说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但是秀玉根本不买他的账 那我这一辈子呢 我怎么做人 带人说话呢 回屋去 这本来就是秀玉的事情 结果妈妈连说话的权利都不给他 随后万善堂就打起了感情牌 你当初又是传媒是同伴同学 又是好朋友 你就放传媒一条神路吧 他为了女儿竟然当场向秀玉下跪道歉 还一个劲地打自己的脸 但是这一切都换不回秀玉被改变的人生 最后万善堂也叮嘱他们 幸福那边 能不告诉 就千万别告诉了 而秀玉跑到了城里的二哥家 他本以为二哥会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结果他竟然也劝秀玉去和解 于是秀玉就彻底怒了 你和他们一样 都想把我卖了 卖了我 你们所有人都能得到好处 小妹 你别这么说 这个钱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你说的好听 你真以为去压力姐回家 不用花一分钱的吗 二哥顿时被怼得哑口无言 最终父母寻死力活的 才把秀玉绑到了万家 并逼着秀玉跟他们签了和解协议 但是当幸福得知这件事后 就彻底炸了 幸福的乡下客栈是如何亮下了城里丈母娘的视力眼 因为亚妮妈一直看不起庆祝这个农村女婿 还以为他们家是穷山恶水处刁民的地方 但是她有所不知万家庄是有名的富裕村 幸福的客栈开得红红火火 还在村里成立了旅游合作社 可以说幸福现在完全是一副女性企业家的样子 而这次进城她也顺便找了一趟亚妮 就谈起了她和庆祝结婚的事情 于是回到家亚妮把见父母的事情就告诉了爸妈 结果妈妈却提出了质问 她就是看不起庆祝这个农村女婿 巴布的女儿跟她分手 随后又得知要去农村见庆祝的父母 她正是满身都写满了抗拒 她还以为现在的农村是满地的大份满身的跳蚤 她甚至还准备了床上四件套和各种洗漱用品 生怕在农村住不惯 于是女儿就解释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了 现在能过去可不一样了 那有什么不一样 不然那些农民 没事不愿意在家待着 一波一波地往城里跑啥呀 后来在路上她又叮嘱大家 如果实在住不惯 今天晚上就回去啊 千万别恒乱乱的 大家都不高兴 她这是把后路都想好了 而另一边小妹秀玉去五八同城找了工作 家里就派出了哥哥嫂子来迎接她们 下车之后亚妮妈就单独找了幸福谈话 亚妮她爸虽然官职不大 但是穷亲戚倒是一波一波的 一波一波的往城里跑 她其实就是担心 庆祝老家这些穷亲戚以后会总找他们帮忙 结果当她听到服务员说的话 明天有一个想跟咱们谈合作的商家 我约她十点来 嗯行 这时她才意识到这并不是穷亲戚 所以她立马转变了画风 我没什么说的 你还要谈合作啊 后来她进了房间更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幸福的客栈不仅景色好 配套设施也这么好 后来双方父母就在客栈的餐厅见了面 亚妮妈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 但是她介绍礼物的口气 就像是农村人没见过这些东西似的 结果当她又拿出了一份礼物 这个就是他们这村产的 于是亚妮妈就特别尴尬 这时幸福就上演高情商就场 兄弟你眼光好 虽然我们村产这个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送给爸妈过 想的太周到了 幸福说完亚妮妈顿时喜笑颜开 后来他们就在乡下好好地住了几天 临走又是大包小包的拿 可以说这次旅行算是彻底改变了 亚妮妈对农村的看法 昔日忍气吞声的小职员 终于向职场霸凌的新金女宣战 只因为秀玉得到了去省城培训的机会 几个阴记深恨的同事 就造起了秀玉和小万总的黄瑶 说的就跟他们亲眼看到似的 于是秀玉就彻底爆发了 我要做什么了 可以说对待背后说闲话的正确方式 就是正面硬钢 这时主管就开始拉偏价 结果秀玉就直接来了一招以牙还牙 主管也没想到会引火上身 然后秀玉就直接让他下不来台 这时他才胆同身受地体会到了被人羞辱的感觉 于是他就打算去告状 行 我这就去告小万总去 你按这说去呗 但是他有所不知 秀玉之所以脾气这么暴躁 是因为整个万家都欠他的 秀玉 传家哥对不住你 你要怨 要恨 都冲我 这个苏主义是我出的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所以现在秀玉就可以在万家集团横着走 但是不知内情的主管就告起了状 结果却被万总训斥了一顿 于是他就不解的问 为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护着他呀 你要这样关着他 我们真没办法管他了 管不了就别管 他愿意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 反正你们都别招惹他一万 结果主管这时依然不知好歹的追问 于是小万总直接怼了回去 什么为什么呀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怎么着我还得跟你交代啊 随后小万总就直接下了逐客令 但是临走又叮嘱他 跟下本人都说 都对秀玉态度好点 别去惹他 不过很快幸福就得知了万传媒 顶替秀玉大学名额的事 于是他直接跟小万总硬刚了起来 可幸福竟然为了小姑子暴打亲妹妹 当初村霸的女儿冒名顶替了秀玉的大学名额 结果如今事情败露 父母竟然为了三十万就逼着秀玉签了和解书 而和解书里还包含一条保密协议 他之所以加这条保密协议 就是为了防止幸福得知后找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知道幸福眼里容不得沙子 所以这件事一直没敢告诉他 直到大哥看秀玉每天郁郁寡欢 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幸福 于是幸福当场就爆发了 可以说全家的骨肉之亲没有一个人敢替秀玉出头 为了钱就把他给卖了 结果现在只有一个不相干的嫂子愿意为秀玉着想 随后幸福就去市里咨询了关律师 而他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没见识的村妇了 所以这份保密协议根本糊弄不住幸福 后来关律师也给幸福分析了事情的利害关系 于是幸福就决定 秀玉是当事人 关键还是要取决于他的态度 看他是怎么选择 我们作为他身边的人 只能给予他最大的支持 所以这才是家人应该有的态度 而不是一味的逼着他去妥协 紧接着幸福就杀回了村里 然后当着万传家的面撕了那份保密协议 但是随后万传家就告诉他 就我这个文化程度 你觉得我写得出这样的保密协议吗 我们集团的法律顾问是谁 你想想吧 这是幸福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妹妹也参与其中 于是他直接冲回家就打了幸运一巴掌 秀玉跟你一样刻苦读书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被人给顶了 你帮万传家你合同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是孩子操奶奶 我还给孩子下毒 和幸福要带拉肚子的儿子去医院 却引起了奶奶的不满 他认为拉肚子不是什么大病 在家吃点药就可以了 但是幸福却坚持要带孩子去医院 气得奶奶就坐在床边生闷气 到了医院幸福就发现 邻村的大姐也在医院 他的儿子也是拉肚子 而且脾气不好还有多动症 于是幸福就建议他也给孩子抽血 查一下血迁 因为前不久 水尾村一户人家的孩子 刚被查出了血迁超标 怀疑是万传家的保健品厂排污导致的 而血迁超标的症状就是拉肚子 所以幸福得知孩子拉肚子 才会这么紧张 于是他们两个人 就都带孩子做了血紧 而家里的婆婆却在儿子面前抱怨 人老了 没用了 人家不嫌弃 你自己都嫌弃 说给你们带孩子累就不说了吧 就那份操心 那是人遭的罪吗 整天的千小心万小心的 就怕处得差错落埋怨 就这还躲不过呢 后来幸福回家 婆婆就生气的回了房间 随后在亲来嘴里 幸福才得知了婆婆生气的原因 于是幸福立马就去房间 跟婆婆道歉 然后也说明了原因 我是怕孩子血迁中毒 婆婆听到中毒就更来气了 于是她直接就冲了出去 我这孩子 她奶奶 我还给孩子下毒 这时幸福才解释了前因后果 大家得知了原因便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但是化验结果却得等明天才能出来 所以婆婆也慌了 不会中毒吧 于是幸福就安慰她 是能治好的 但主要问题是 一定要找到原因 不然治好了还是会继续中毒 转天拿到了报告索性 豆子没有中毒 但是另一位大姐的儿子 却有轻微的中毒 这已经是水尾村检测出 第二个中毒的孩子了 幸福担心是大规模污染导致的 集体中毒 于是就组织了全村的孩子去做血迁检查 结果却遭到了打击报复 和幸福随手给秀玉拍了几张照片 竟然意外给她捧成了网红 因为秀玉最近心情不好 所以一直住在嫂子的客栈里 幸福为了逗她开心就经常的给她拍照 然后随手就发到了客栈的官网上 结果很快就有慕名而来的摄影师 想找秀玉合作 之前在你们合作社的网站上 看到了她的照片 拍得很有感觉 因为她身上有一种 说不出的忧郁和安静的气质 跟周围的环境特别和谐 所以摄影师就想邀请秀玉做她的模特 起初秀玉因为害羞还有点抗拒 于是嫂子就给了她十足的信心 有啥好怕的 我们秀玉上镜可漂亮了 你自信一点 摄影师都说行 咱有啥不行呢 因为秀玉重男轻女的父母 实施的一直都是打压式教育 你就是心比能耐大 没抱上就是命就认了吧 省了你个闺女家的 一天到晚这山望的那山高 他们为了让秀玉脚踏实地的嫁人生子 从来都是把她贬得一文不值 所以才养成了她自卑敏感的性格 直到幸福嫁到了王家 才治愈了秀玉 后来摄影师的一组照片 直接让秀玉在网络上小有名气 连万传家都感叹地说 稍微地化化妆 倒是倒是 挺漂亮的 是 现在他们这个官网 人气可高了 这秀玉都快成网红了 是吧 下面好多人留言 你看你看 你看 这也太漂亮了 就冲着美女 我都要去一趟万家庄 而万家集团最近正好想找一个代言人 于是万传家就打算让秀玉试试 但是秀玉还因为之前万传美 偷她大学名额的是在生气 所以就直接拒绝了他们 结果当幸福得知这件事后 就跑来劝秀玉 可以说幸福有商业头脑 更有远大的目光 紧接着就给秀玉分析了利弊关系 最后幸福就又提升了一个境界 结果秀玉却依然不理解 所以在关键时刻 能有一个提点 你的人是多么的重要 很快秀玉就水涨船高成了万家庄的活招牌 所以你们是否也想要一个幸福这样的嫂子 和幸福是如何用一句话挽救了万家集团 由于万家集团有一大笔货款迟迟没有收回 导致集团即将面临资金链断裂 所以这可筹坏了万传家 而欠款的人还偏偏是南方五个省的总代理 如果跟他撕破脸闹上了法庭 那势必就会影响南方的销售 所以万传家就打算把欠款的谢总请到幸福客栈 好好地跟他协商一下还款的事情 结果这个谢总来了之后就高高在上 根本没有把幸福放在眼里 不过很快幸福就会让他刮目相看 随后把谢总送进房间幸运就叮嘱姐姐 一会请客的饭可千万不能马虎了 所有的都给他按最高规格 结果到了吃饭这天 幸福却只剩了一些普通的食材 这立马就引起了万传家的不满 于是幸福就解释地说 我没跟我交代了 说您是他重要的客人 让我以最高规格的标准来招待您 他先是突出了万家集团对谢总的重视 随后就解释了上这桌菜的原因 我们这些菜就是当地的口味 食材呢也是我们自己种的 保证您吃的新鲜健康 这就是我们店的最高规格 虽然说是山野粗食 但俗话说大到至简 我们也是花了心思的 这可惊呆了一旁的万传家 他想不到昔日的一个村妇如今 竟然能有如此的口才 随后谢总尝了一口面前的菜 果然给了他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是后来谈话的过程却不是很顺利 谢总当场就揭穿了万传家的意固 今天这架势我也看出他 他带了美女律师过 无非就是先礼后兵嘛 被识破的万传家立马就来了脾气 这笔货款 我无论如何也要收回来 我要拿不回这个钱呢 我们家老万就不会让我好过 我要是不好过 那就谁也别好过 结果他们误不退让 直接就升级了矛盾 于是万传家就暴露了流氓的本质 但是谢总也不是被吓大的 面对他的恐吓没有丝毫的波澜 结果万传家却只会无能咆哮 于是幸福听到声音就立马前来调和 有了幸福的台阶 他们就立马心平气和的谈了起来 因为他们其实是利益共同体 谢总拿了他们的货卖不出去 就还不上万家集团的货款 而万家集团收不回货款就要面临倒闭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要把产品卖出去 但是接下来幸福的一番话 就直接挽救了他们所有的人 因为谢总喝了一口幸福自己酿的酒 发现酒的口感非常好 于是幸福就说自己的酒 是万家庄天然的山泉水酿造而成 但是谢总却对证书的真伪表示了怀疑 于是幸福就解释地说 所以因为幸福的一句话 就彻底改变了两家企业的命运 何幸福竟然放了省领导的鸽子 狠狠地打了万善堂的脸 由于幸福客栈十分的火爆 带动了整个万家庄的旅游发展 省里的领导来视察 都要点名见一下何幸福 结果当领导到了客栈才被告知 我嫂子有点要紧的事出去了 此话一出万善堂瞬间黑了脸 因为在他眼里配合评审团审查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和幸福却去了水尾村 带着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采样 因为水尾村检查出了12个血迁中毒的孩子 但是却迟迟没有找到毒源在哪里 所以幸福就怀疑有可能是地下水遭到了污染 于是他就请来了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 带他们去了中毒的家庭对井水进行了采样 但是幸福私自离开的行为 却引起了万善堂强烈的不满 刚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就了不起了 就梦中无人了 今天我要点名批评的这个人 就是在何幸福 因为这次的评审光呼着万家庄创富村的荣誉 所以他当众严肃的批评了何幸福 散会之后何幸福就主动找到了万书记 但是他却全程黑着脸 直到幸福解释说 水尾村有12个孩子血迁中毒 血迁中毒 这是万善堂才得知这件事情 而一旁的万传家也彻底慌了 因为血迁中毒就是跟他的保健品厂偷排污水有关系 而万善堂这时才意识到是自己误会了幸福 随后他就去了水尾村打算亲自考察一番 结果却吃了闭门羹 他直接被村民大叔扫地出门 这是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村民的眼里是如此的不堪 后来他们在一呼大姐这才得知 万叔姐 你们村的何幸福那真是个好人啊 是他劝案给孩子插血迁的 直到俺家孩子也超标了 就开始担心其他家孩子 这事 也跟你们领导说了 你们忙都不管 可他把当务孩子啊 就自己张罗 这花钱应宣传单 有挨家挨户的做工作 还亲自联系了现医院 哎 最后啊 找了辆大轿车 把孩子们都拉到医院里去检查了 这是万善堂扫的抬不起头 因为当当他还在村委会点名批评了何幸福 结果现在却惨遭打脸 而且幸福在村民当中的威信极高 不过很快何幸福就遭到了打击报复 何幸福竟然在半夜遭到了打击报复 只因为他坚持要帮那十二个牵中毒的孩子 跟万家集团打官司 就引起了万传家的不满 于是他就要求作为代理律师的何幸运 去劝幸福撤诉 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威胁 随后幸运就把姐姐约到了娘家 她是忘了当初她被万传家骚扰 幸福不惜跟所有人作对 也要给她讨一个公道 而现在那么多孩子受到了伤害 她却要姐姐置身事外 于是幸福就叮嘱她 你虽然是他们的律师 但是如果他们真做什么确准的事 你必须要坚持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 助作为虐 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幸福就遭到了偷袭 但是幸福绝不会向恶势力低头 他们越这样做越能证明他们心虚 所以幸福就更加坚定了打官司的信念 结果当亲来得知了幸福受伤的事情 细日软弱的丈夫也终于硬气了一回 气冲冲地跑到了万善堂的家质问他 而万善堂得知这件事也非常的气愤 因为他办事向来堂堂正正最讨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于是他就愤怒地说 本来我想这个事啊 能够尽量地调解 尽量地不要打官司 这么一来啊 我还支持他们打官司了 我到底就是看看 这里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够的 说完亲来就打算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而转天水尾村的受害家庭得知了幸福受伤的消息 就集体赶来慰问幸福 而且也坚定了他们要跟黑暗势力斗争的信心 本来我们还觉得这个官司要不要打呢 被他们这么一弄啊 我们就觉得这个官司啊 还非打不可了 是不是 还不能让幸福为咱们白受伤 但是另一边的万传家却慌了神 因为如果水尾村对他们进行集体诉讼 他们偷牌的事情很有可能就藏不住了 那么他就会面临牢狱之灾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亲手送他进监狱的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 和幸福是如何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逆袭 成了受人追捧的一村支掌 当初和幸福驾到万家庄的第一天 就砸了万传家的头 正是跟霸道的万世父子宣战 最终硬是凭借一己之力 跟除了万家庄几百年的昏闹露俗 后来又亲手把披伤亲来的万善堂送进了监狱 但是这也彻底地激怒了万传家 所以在他和村民的威胁下 幸福只能无奈地跑到城里赞避风头 然而这段经历却成了幸福凤凰涅槃的开始 起初他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宝洁 但是他勤奋好学提升内在 又学习化妆提升气质 最终在他不懈地努力下 成功地从宝洁园晋升成了前台 而且他还凭借着一己之力 成功地帮律所拿下大单 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又带飞了整个律所 此时的幸福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 亲来也在五八同城找了份工作 但是幸福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跟在哪里 于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城里的一切 再次回到了万家庄成立了幸福客栈 后来通过他的用心经营幸福客栈火遍了网络 也成功地带飞了整个万家庄的旅游发展 他还在村里成立了旅游合作社 帮助其他的村民发展旅游经济 成功地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后来他发现水尾村有孩子出现了血迁中毒的现象 于是他亲力亲为组织了全村的孩子去做了体检 才发现了这场集体中毒的现象 后来他更是带领中毒的家庭 把偷排污水的保健瓶厂 告上了法庭 中途也遭到了坏人的打击报复 但是现在的幸福已经成长了 他不会轻易被打倒而是越挫越勇 一举将保健瓶厂告上了法庭 并将万传家送进了监狱 也给水尾村的受害家庭争取到了应有的补偿 所以在万善堂卸任的时候 他就给大家推荐了和幸福 而和幸福也不负众望 带领万家庄拿下了最美山香的称号 他也从一个普通的村妇逆袭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 自从幸福得知做网红的秀玉被网上的黑粉恶意造谣 他就打算撸起秀子跟他们大战三百回合 嫂子非把这王八蛋给揪出来不可 结果秀玉却劝嫂子 当被狗咬了一口 但是幸福可不是好欺负的 结果就在幸福要和黑粉开战的时候 秀玉就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为是幸福才想到这一层 原来是万传美当初冒名顶替了秀玉的大学名额 这么多年面对社会他都是用着秀玉的名字 所以如果把黑粉给激怒了 那么这件事很有可能就会被揭露 所以秀玉就算遭遇到了网报 他也不敢正面的跟别人发生冲突 于是幸福就打算解开秀玉和传美之间的心结 所以很快他就去了城里见到了传美 结果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顶着秀玉的名字过了那么多年难受过 于是秀玉也袒露了心声 其实我这些年一直都活在恐惧跟内疚中 所以这么多年传美过的也并不开心 他也很后悔自己当初做的这个错误的决定 不仅毁了秀玉的一生 他自己也笼罩在别人的阴影之下永无翻身之日 而当他得知秀玉宁可委屈自己也要维护他的名声之后 就更加加深了他的愧疚之心 于是幸福就鼓励他要勇敢做自己 你未来的路还那么长 不能让自己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名字里啊 说完幸福就回到了万家庄 秀玉也去五八同城找了工作 但是没过多久传美就辞去了城里的工作 回到了他一直不敢面对的万家庄 又拜托爸爸帮他组织了一场村民大会 于是他当众就说出了这件事 这时大家才知道当初考上大学的竟然是秀玉 随后传美对秀玉表达了深深的歉意 而秀玉也接受了他的道歉 最终两个人一笑敏恩仇 所以你们接受这样大团人的结局吗